观众朋友 说到养老金计划的调整 确实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也希望我们的广大公众 能够对养老金的计划发表您自己的看法 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有关2013年财政周活动方面的新闻 新西兰金融扫盲和退休收入委员会 在去年成功举办财政周的基础上 今年再次举办了第二届财政周的活动 据介绍 2013年财政周活动从9月1号到9月8号为期一周 在全国范围内将举办超过250个活动 今年全国超过150所学校也参与其中 今年财政周的主题是计划你的金钱 新西兰金融扫盲和退休收入委员会的主席Force称 眼下越来越多的新西兰人 关注于个人财务的状况 这样的活动有助于人们管理好他们的钱财 同时也能帮助人们做更好的财务决策